来 皇上 奴才才出宫门 就见莲心正在寻找王公公 奴才便把莲心带了过来 令则 齐太医也到了 正在给王公公搭卖 即刻便进来回禀 皇上 贵妃娘娘 贤妃娘娘 王亲是不是发了疯 冲撞了人了 你这样问 便是知道王亲为何如此癫狂了 先不用行礼 告诉朕 王亲是什么毛病 皇上 微臣已经给王公公搭卖了 他不是酒醉 是服侍了过量的 恶鸡苏丸所致 什么是恶鸡苏丸 此物是坊间的一种密钥 历来为宫中所尽 不知王公公是否从宫外所得 大叹 王亲吃这种东西 你们俩必然是一伙的了 皇后娘你好心刺你们成亲 你竟然如此不真廉耻 皇上 奴才未保万全 去找莲心的时候 已经派人去王公公的武房搜查 奴才和齐太医先到外头候着 去吧 去吧 莲心 经验 陷下义无旁人 你有话就直说 皇上 皇后娘娘本是好心 希望奴婢终身有靠 才将奴婢赐给王清做欺负 谁知王亲连畜生都不如 每每吃了那药 便对奴婢肆意打骂领辱 王亲这样 你为何不去找皇后娘娘 替你做主 这样的事 奴婢怎有脸对外人说去 更不敢误了皇后娘娘倾听 且有王亲说过 只要奴婢敢对外同录一个字 她便要让奴婢生不如死 我把你打死了 我把你打死了 脸星 陷下已无旁人 你有话就直说 皇上 皇后娘娘本是好心 希望奴婢终身有靠 才将奴婢赐给王亲做欺负 谁知王亲连畜生都不如 每每吃了那药 便对奴婢肆意打骂领辱 王亲这样 你为何不去找皇后娘娘替你做主 这样的事奴婢怎有脸对外人说去 更不敢误了皇后娘娘倾听 且有王亲说过 只要奴婢敢对外同录一个字 她便要让奴婢生不如死 皇上 王亲无耻 辜负了皇上和皇后的恩典 那今日又是为何 今日王亲不当职 她一回到我房就开始服药 奴婢在窗外见她这样 便吓得不敢回去 王亲大约是邀请发作又找不到奴婢 便发了狂跑出来 王亲可恶 皇上 您得给臣妾做主啊 皇上 皇上 禁忠刚才去王公公房间搜查 搜查到一盒药丸 给其他医看 这是恶极素案 皇上 自从王公公娶亲以来 一直在奴才们面前吹嘘娶妻之事 原来就是靠这种污秽的东西 皇上 请您一定要蒙住王亲的嘴 不许她醒过来以后 说出污蔑臣妾的言语 臣妾在宫里 再也不想见到王亲那个贱奴了 皇上 您一定要帮臣妾出这口恶气 出这份屈辱 李渔 叫人拿麻盒 堵住王亲的嘴 打断她一条腿 把她赶出宫外 沦为乞丐 喳 皇上 好了 朕已经主治王亲了 你就别再哭了 王亲这个贱奴 死了都不足为过 您才打断她一条腿 未免太便宜她了吧 贵妃 你今夜也收惊了 早点歇起吧 皇上 下去吧 是 皇上 此事王亲是重罪 连心只是无辜受害 还请皇上看在连心 伺候皇后娘娘多年的份上 不要责怪连心 先起来吧 朕呢 不会责罚怜心的 怜心 朕今日 就取消你和王亲的婚配 若你想出宫 去探望家人 朕也准了 奴婢离宫后 家中弟妹无所依靠 日子也不好过 奴婢情愿留在长春宫伺候 你倒不怪皇后 皇后娘娘哪里知道 王亲是这样的人 奴婢不怪皇后娘娘 也好 下去吧 皇上 奴婢还有一事 说 奴婢知道 关于玫瑰人生子的留言 的确不是贤妃娘娘传出 而是那日王亲了了 差事喝了黄汤 最后胡说出来的 只是奴婢从前 深受王亲之苦 家人弟妹也被要挟 所以一直不敢说出来 亲皇上恕罪 娘娘恕罪 你说的话当真 千真万确 贤妃娘娘恕罪 贤妃娘娘恕罪 娘娘恕罪 是王亲 那为什么宫人说 是在严禧宫附近 传出来的 严禧宫是王亲 回武房的必经之路 他那日喝醉了 躺在严禧宫外的 永道边满口胡说 是奴婢把他拖回去的 正因为如此 被旁人听见 就以为是严禧宫 传出的流言 王亲酒醒后 知道自己胡言 便赖在了严禧宫 赖在了贤妃娘娘头上 你说的话 都是真的 奴婢不敢妄言 此时知道的人不多 皇上皇后娘娘 自然不会告知奴婢 奴婢与严禧宫也肃无往来 若不是王亲胡说 让奴婢知道 还会有谁说与奴婢 雨 奴才在 王亲口中的麻河 至此不能拿下 要他以后 不许再胡言乱语 皇上 不是丈泽 大端一条腿吗 至此是 让宫里面的太监 全部集合到慎行司 看着王亲行行 看看还有哪个 不知死活的家伙 敢混乱后宫 这